大家好我是小林 臭大事了 习包子的破玩意啊 被精准狙击 他这个整个这个 无人机啊都开到那个 中南海那个顶上了啊 这个习包子整个下滩在 这个地上啊最新消息啊 这个美国这边 传来重磅消息啊 这个我一看不得了了 这个习包子直接被吓晕 在这个中南海的厕所里面 直接掉到毛坑里面去了 出大事了 人民币直线跳水 跳水超过几百个年啊 究竟什么情况 我等一些告诉大家 你看出出大事了 习包子整个布局啊 被釜底抽薪 直接被掀翻啊 中南海小池塘不保 这个另外一头啊 就这个习包子也是做出决定 他被这个无人机吓得够呛 还有一个BBG啊 这个什么做出决定啊 这个经济还是不搞了 我看到有网友啊 给习包子又起了个新的外号啊 叫什么原地掉头王啊 又掉头了 就习包子说这个经济搞不了 就不搞了啊 算了这么难搞啊 这个当年那个邓小平也这样的啊 这个股市搞不好可以关掉吗 是吧 这一阵哎呦 妄图从中国共产党人这里 获取到一个啊 很有保障的一个承诺 那不天荒夜谈吗 中国共产党人啥时候 给过大家 能够像美国人啊 瑞典人啊 几百年前给你签 那个承诺一直对线 没有啊 这个所以这个习包子最最新也是拍板了 这经济不搞了 很难搞 这小学生发现 哎呀这经济还是搞不了算了 不搞了 不搞了啊 所以几个重磅情况啊 我们具体来看看 一个一个来分析一下啊 分析一下 先说说习包子中南海被狙击这个事情啊 来这个美国啊 我们首先来看美国啊 当地时间10月4号其实就这几个小时之前啊 美国这边有个重磅消息 美国最新的啊 飞龙就业数据 哎这啥玩意呢 我那个比较专业 我给大家分析分析啊 远超预期不得了了啊 市场预期啊 所以这个这个美联储降息就不降了 美联储就说不降息了啊 这这东西对这个细胞的整个经济布局啊 起到浮体抽象的作用 具体原理我等一下就慢慢给大家解释啊 我现在我们现在看这个报告啊 你看美国相当给力 美国劳工部周五的报告显示 美国经济啊 九月份增加的就业岗位啊 远远超于这个大家预期啊 具体来看九月份飞龙就业人数 激增二十五点四万 美国那个就业好得不得了啊 那什么提供就业岗位太多了啊 那个什么华尔街啊 什么各路专家啊 说这个美国啊最多有十几万的这个 这个这个新增的这岗位啊 没想到比那些什么专家预计啊 多十万多一半了啊 预计十几万结果人家二十几万 你说够呛呗啊够呛呗 所以说多很多啊 这个证明美国经济太好了啊 太好了 现在人家还是在历史的巅峰啊 对吧 这个啊强势调整 应该美国这叫什么 我告诉大家有个专业的名词 这叫我这玩意叫做强势调整 跟中国在三千点的那狗言产权 啊那个这个这个啊 像那个蚯蚓一样 那个那个卷来卷去那是不一样的啊 人家是飞龙在天啊 哈哈啊 中国这个地上啊 地龙是吧 啊中国这个地上那个卷来卷去 那个破蚯蚓啊 哈哈啊 对这个 那就就这个情形 这个啊形象的对比啊 这个也还有这个八月份修正之后啊 这个这个飞龙就业十五点九万年好 好于这个预普遍的预测啊 失业率降到历史最低的水平啊 根本就没有多少失业率啊 基本上完全就业人家这个还要去 大把人那个走走线过去啊 还有非法非法移民一样就业 是吧 这个还要引进大量的外国人才 还有还有以劳工过来过来做做做工作人家 这个根本就是拿不到大量满足啊 此外啊 报告还上调了这个七月份八月份的就业数据 我们就就看到啊 七月份数据成八点九万人就业啊 修正到十四点四 你看这个差距很大 证明远超预期 你看从八点多万 直接修正到十四万多 所以这个差距非常大嘛 还有时薪呢 这个就岗位急增 找不到工人 你知道吧 美国现在人家就瞅什么 找不到工人啊 所以通胀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经济太好 太多人出来消费了 然后找不到工人 这涨工资啊 最新时薪呢 环比增长百分之0.4 同比增长百分之4 一年就涨百分之4 连年都在涨啊 你说够够够呛吧 人家这个铁一般的这个数据啊 打打啪啪 这个什么中国林毅夫啊 这个中国张张维维这些破玩意啊 这个一个个破玩意啊 直接这个翻到沟里面去了啊 就就出现这个数据 所以都非常给力的时候呢 这个什么啊 黄金期货啊 短线急剧跳水 美元指数一下子冲 往上涨啊 往上涨 逼欧涨 人民币就是短线 就直线跳水啊 直接就跌破了7.1啊 你刚才再抖一抖就7.2 你说这人民币根本就没有任何上涨基数 你看这人民币你看那个抖两下又回到7.1 7.2了 你说有有啥用呢 没有任何意义啊 所以这就是什么 没人无涨基 是吧 人和这个中国央行说人无贬基 其实他人无涨基 他涨不起来啊 涨不起来啊 非常被动 你看人家就发现人家这个降息又不降了 甚至还要加息啊 现在反过来还要加息呢 你就够呛 啊 所以 这个数据直接打消了 市场对于一个美国经济的啊 有可能就是陷入调整的一些这个担忧嘛 啊 或者说有一个一个观光 没想到啊 美股三大指数直接高开 你说的任何 那个人家美国任何一次调整 都是个上涨机会啊 所以截止收盘到琼斯指数上涨0.8% 创出历史新高啊 啥叫牛是中国还在那里三千点像个蚯蚓一样卷卷卷卷啊 这文艺叫牛是吗 啊 你看看人家美国那文艺叫牛是 哎 开玩笑啊 开玩笑啊 这个对于这个 这个情况啊 这个马上 资金都蜂蜂涌涌入美国啊 什么什么中概股 这些啊 全线下跌啊 全线走软啊 就直接就就没戏了啊 所以这里面我们就说到这个包子被狙击这个事情了 其实就这个事情那个跟那个无人机开的开到中南海头上是一样的 就习包子猛然发现他对美国是误判的 他以为什么美国要降息 我们要知道这一轮中国强刺激 有一个最根本的因素是什么 美国降息了 美国可以 你看那欢天喜地啊 美国终于降息了啊 对不对 然后中国就有腾挪空间 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币 他是7.3左右 他基本上是不愿意让他再往下跌 那这个在这种情况下 所以他受制于人 所以包子什么什么这个出入自如啊 什么就是什么什么 什么完全收放自如啊 还有这些东西 他根本是收放自如 他收放完全不是他说了算 我们看到中国的货币政策也好什么都好 他就是受制于人 美国一调整美美国这个这个就是歇歇脚啊 美国就打个喷嚏 中国直接就进ICU了 所以这个华尔街也好什么的 要狙击中国 那太简单了 人家都不会预测 人家华尔街要要狙击你中国 我就狙击你 你看中国一一降下来 哎 要美国这边哎 我们不加西大 我们加西大哎 你看中国直接被打爆 所以这个直接就被打包了中国啊 所以国庆之后我告诉大家 那现在美国一边一掉头呢 中国直接国庆之后直接就见顶 直接见顶高开高开低走啊 直接就完了 这一轮行情就这样啊 太尴尬了 就他没有腾罗的空间啊 说不定到时候美国要加西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这一来一回他这个够呛啊 他整盘计划什么都被打断了 我归根到底是什么 基本面太差 搞来搞去的中国基本面太差 今天刚好看到这个习包子很喜欢的 这个啊也是今年年初的时候啊 啊用尽全力啊 这包子这个花了这个酒 酒牛二虎之地十里三都不换间啊 兼挑两百斤麦子的这个这个力度啊 这个就用力去干了一个行业 当啥行业呢 预制菜啊 但是不是蒙搞预制菜啊 很多小粉红毛说我们有预制菜吃啊 很幸福很强大是吧 你们都没有预制菜吃就中国有是吧 这个就蒙搞嘛 有个结果就崩崩盘了啊 崩盘了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习包子 他用尽200斤麦子的力去去搞的一个东西 未必能搞得长啊 所以这这是一个很关键的 我们看到这预制菜也是崩了啊 今年以来A股这个什么预制菜第一股啊 曾经风光无限是为什么 席包子清点啊席包子觉得什么呢 一个预制菜这个东西可以跟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 所以席包子很喜欢啊 还有这个席包子的这个爱亲啊 董明珠啊 两个破玩意儿 都是很喜欢预制菜这个东西 他觉得跟他们的理念呢 就这个他想着控制全社会啊 还有这个这个他给给谁吃什么吃什么啊 他觉得这这种符合他的想法啊 符合他的想法啊 所以他很喜欢预制菜这个东西 他一看预制菜很好啊 是不是啊 说不定到预制菜到时候可以用来做做军粮 做做的好到时候这个军队啊满足军队需求 他他想着没想着喽是吧啊 这个东西没想到啊 过了几个月啊 整个行业已经彻底崩溃啊 这日子似乎不太好啊 业绩股价遭遇双杀啊 一个叫胃之香的啊 一个一个这个预制菜巨头啊 财务报表突然爆雷 上半年金融意愿同比大幅下降 百分之一半 一半砍掉啊 股价也是走低啊 这个跌到十几块钱啊 之前三十几十块钱啊 现在现在跌到十几块钱啊 哦 你最高点累计跌幅超过75% 你看暴跌啊暴跌 市值蒸发超过106亿元啊 这个这个直接这个蒸蒸发 直接蒸发 然后做这个风口的啊 之前做这个风口的生意也不太好 什么竞争家具啊 千味央厨等等等等龙头 都都完蛋了 都完蛋了啊 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就搞了几个月就不搞了 搞不下去了 但我们也可以预期嘛 这个东西本来我们就分析 预制菜这个东西在中国是没有基础的 为什么呢 一个中国人现在是没钱有时间 很多人躺平 在这样的情况下 预制菜这个东西 它是没有市场的 这中在预制菜什么什么市场 也什么地方有市场 很忙 然后没有时间啊 比如日本有一些是切好的菜啊 这个这是贵一点啊 贵贵百分之三十四十五甚至五十 就是切好了 全部皮也削好了 切好了 你拿回家 一放啊 这就可以炒了啊 是吧 可以炒了 就省了一些这个城市的高 高档白领呢 或者说啊 他们就就是这个 又想自己做做菜啊 就就这个意思啊 对吧 然后他当然他也是保证制 所以还有一个这个关键呢 你比如有些国家啊 有那有有些东西他做做得长啊 人家一个虽然人家有钱啊 然后这个工作也比确实比较忙呢 啊这个 然后也存在一个 他们那个社会互信程度比较高 哎 觉得这个这个东西还可以啊 或者怎么样啊 啊 或者说他能够相信 那中国是没有这个基础的 中国韭菜们 其实他们心里面都清楚啊 日本的东西好 澳洲澳洲 解放军去到澳洲买澳洲奶粉 是吧 他说外面东西好 中国东西不好 啊 买过了 你看陈红柴啊 拿了个澳冠军之后 马上买了个苹果手机 他怎么不买华为呢 是不是啊 就是都知道那什么好什么不好 那韭菜也想活啊 他也有求生的本能啊 是吧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在中国预制菜 现在是没有市场啊 然后经济很差 大家都都在家里面闲的没事干啊 你说啊 有有些稍微稍微故意 或者或者说你政府也没有补贴嘛 这个东西 然后哎呀 我自己闲闲工夫自己消一下 或者说自己哪里需要预斥啊 这个东西都没有任何价值啊 对于底层 这个很多很多茫茫的韭菜来讲 所以这个东西这个最后它是水土不服 没有任何意义 整个被掀翻啊 那个还还有一些啊 学校饭堂啊 或者什么呀 会不会用呢 其实都不用 因为中国人工太便宜 那么这个中 你看外面那个什么什么 外卖小哥 哪里有在中国这么犯呢 中国人工低 人工低 老板宁愿 就让工人多做一点 做啥月子啊 没有必要啊 这个来着中国工人的内卷 还有成本低 这个东西都不太行得通 啊 所以你看 归根到底是什么 跟基本面有关吗 很多东西 啊 你比如再过两天啊 这个习包子又要愁得不要不要啊 就是什么 国足啊 你看10月10号啊 中国国足啊 将客栈啊 这个澳大利亚 你看澳大利亚非常强劲 我们都知道啊 这央视区已经宣布了 不要直播了 不要直播了 这个东西很很简单啊 不行 最后还是不行 不行 最后还有不一定 一个个基本面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 还有一个就很多东西啊 细胞是控制不了啊 你比如这个 这这两天的瑞士突然间出了 出了一个神经病啊 这个中国小粉红神经病 没想到瑞士跟中国八竿子打不走 就不是八国年金 就不是什么 那突然间出这么这么个东西 你说怎么来的 这么啊 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他原来啊 这两天慢慢才查出来 哦原来啊 他听到突然间有一个台湾的讲座啊 在那个苏黎世大学有个台湾的讲座 有个哪根筋搭错了 这小粉红毛老子进水啊 中国共产党给他们灌了太多水 是吧 所以就 就你没想到 这个就 他就愤怒了 就没有灯溃了啊 你看 哎 这小粉红毛毛就只要关在墙内 关得太久了 你看这可可怜之人 必有可恨之处 是吧 你说这破玩意儿啊 这个就崩溃了 然后就捅人了 啊 你看这个苏黎世很邪恶 你看这个瑞士很邪恶 居然这个让台湾来开讲座 哎 这小粉红 这个不知道天高地厚 你看他 所以他他就是神经病嘛 但这个神经病最后 就这些张献忠啊 小粉红 他也就习近平以为是给他们洗脑 结果这些洗脑都出状况 你比如深圳这个事情一干 把日本就外资全部干跑 然后这小粉红毛毛在瑞士一干 把欧洲整个干趴 就因为这个事情 这次欧盟那个那个关税直接通过 可能会有关限 是不是啊 就是就是有很多东西他都不可控 这细胞能控制的东西没有大家想象了那么多 而且他对国外很多东西都是有误判的 我说这个这个洗脑这个东西只能洗老百姓 别把自己给洗的 是吧 你比如美国啊 这个有有时候罢工啊 我看到墙里很多文章的美国又罢工了 美国又完蛋了 是吧 人家罢工越罢越伟大 你看这个这个美国最近那个什么码头罢工 你看人家薪资马上上涨百分之六十二 为什么美国是全球消费力最强 这这人家罢工一个正常的罢工一个理 这个这个完全按照程序罢工 罢工没有几天罢工几天 然后工资涨了 是不是啊 然后这个也就劳资双方一个通过一个良性的一个竞争机制 一个一个一个协调机制 人家就涨工资了 是不是啊 你不过天天在中国那里内卷 你觉得你们很优秀很有中国特色 很有中国的模式 人家美国有美国模式 人家美国模式天天创历史新高 不用你中国费心那个到操心 美国又罢工啊 美国罢工人家这个很正常啊 一个很正常啊 第二个人家这个越走越好 那中国这个十二十年了 天天在三千年 你们不罢工没用啊 是不是啊 所以这很简单嘛 这个东西啊 就 就是 就是他误判 就是小粉红毛毛毛 美国要完蛋啊 美国美国校园又又又又又又讨论啊 又又又又又在那里那个吵吵架了 就是他都是误判 他没想到你看人家 确实啊 老板可以让利一点啊 然后工人工人多赚钱 工人有消费力的 所以人家经济就越来越好了 是不是啊 所以这也是习近平从头到尾 对外面也是误判 那这个你看这工资一下子就涨百分六十多 所以人家为什么这个通胀啊 一直要解决啊 所以降息啊 那个你就别别想太 不会太多啊 不会太多啊 这个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那个所以这一个是误判 一个是基本面 然后他整个决策肯定都是错的 所以这之后他难以为继疗 他都又要掉头 他发现搞不了了啊 就又不搞了啊 是吧 又不搞了啊 就跟那清零一样嘛 是吧 然后小粉红毛觉得你相信习近平 没有办法相信 他自己都不知道他自己下一步要干什么啊 所以这这是这么这么一个道理啊 那另外一头就是这个这个习近平啊 又又又拐弯了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就想了一下决定 最后啊 这经济还是就是不搞了啊 不搞了 为什么呢 啊就是这两天不是出了一个事吗 就是那个任志强啊 那女儿自信习近平这个事情吗 这个事情后来得到了广泛的一个大媒体的传播啊 当时啊 美国之音啊什么法广都都报道出来 当时我很快我有这个这个政治敏感度 我马上就有一个这个嗅觉 我马上我就看出来 这个事情将会影响中国这个这个经济刺激 你看这个这这不是开玩笑的 你要看到 所以我们是专业的 因为外面都会观察的 你习近平是真正把民营企业这个台啊 啊当做自己啊还是这个把什么外资当做自己啊 是不是就稍微含金量高一点的改革 如果能把任志强放出来 这个改革我不说完全好 起码含金量高一点 但现在人家看出来 你习近平是不会放任志强的了 也就是到了最后习近平他还是一个 他搞半通的这个死乱中气 觉得这个经济搞得不好就算了 不搞了 还有一个就是他最终觉得的政权 因为你我当时我就分析这个事情很麻烦 因为你们就市场这方面不断给他压力 他就往后退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太现实 习近平那种扭曲的巨婴人格还有那种自恋型的人格的话呢 他的性格障碍 他最后就会觉得你们不断要求 你们要我就给 你们要刺激楼市 我就刺激楼市 你们最后让我习近平下台 我要下台了 是吧 他就会这么想了 那七十多岁的破老头 他就很快就想到这个东西 他很自私的嘛 然后他就他就会发现不行啊 这经济还是别搞了啊 因为你这个拿着这个经济不断的来指挥我 习近平干活 指挥我这个要这个要那个啊 最后就就要习近平干脆下台吧 我们经济更好是吧 他就觉得这个这个东西不行了 他就所以这个东西马上就撕破了最后这个这个伪装 还有这个遮羞布 任志强这个事情现在明确了 不会放 也就习近平这个改所谓改革的含金量非常低啊 我相信这些这个巨头都看出来最后就对中国没有兴趣 没有兴趣 你包括这个呃这个什么 叫做什么这个无上限嘛 之前你一个就当时质疑习近平你看就抓起来了 这个没两天的一样改上改三官 长两天你又发现你又相信习近平呢 习近平过两天的又又又掉头了 他就原地掉头王是吧 你说够恰是吧 所以这个回头就是 那有一个叫做上海 他搞不定他搞不定你包括我们昨天说那个欧盟通过这个这个东西里面我们看到有十个欧盟成员国的支持啊 然后其余的基本上都是弃权 也就是中国他搞不定他就渗透欧盟啊或者最后细胞子能够控制的东西很少 人家正是动动点心思 无人机开到中南海分分钟的事情啊 这些细胞子啊完蛋 那最后只只能不搞经济啊关门啊 所以这这个东西是是注定的啊 大家就别想啊什么搞经济啊对吧 啊先说那么多啊觉得不错打开小铃铛